今天是9月1號 也是全國中小學的開學日 經過一段時間的防疫努力 學生終於回到了校園 在降低疫情的影響上 我們邁開了一大步 後續防疫的措施的落實 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希望所有的學校和家長 務必積極配合指揮中心 跟教育部的規劃 也請常委共同一起來宣導 一起為我們的師生健康 跟安全來努力 關於疫苗的進度 包括捐贈和我們支購的部分 這幾天都陸續有好消息 從5月底到8月底 三個月來 因為大家的努力 我們疫苗接種人口的涵蓋率 已經從各位數字提升到 昨天的42.73% 全國已經有超過1000萬人 至少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我們會繼續來繼續衝高接種率 增加社會的整體保護力 這一週以來 關於黑洲豬瘟的查驗 也是重要的議題 我們除了已經加強查驗能量 從今天開始 養豬場也全面暫停使用 除魚養豬 因為這樣成本增加的部分 農委會也有相關的補助跟協助 也要請大家在地方上 多幫我們宣導防禦應變措施 共同來防堵非洲豬瘟 保護養豬的產業 那麼今天也是立法院的報導日 那麼這個會期呢 有包含總預算在內的 五大預算案要處理 那麼接下來 我們還有後續的經濟振興工作 要煩惱大家一起來宣傳說明 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麼最後呢 今天是記者節 我也要祝福所有的媒體朋友 記者節快樂 謝謝 謝謝